民间党2022新北市长选战谁出征 除了传出英系的罗志正外 现在有小鸡点名他们 要选土树三一的议员参选人卓冠婷 说认为即将热满 且执政有口碑的屏东县长潘孟安 以及基隆市长林又昌 都是站立值跟经验值兼具的合适人选 我觉得像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 党中央应该要积极来评估 让我们新北市不要呈现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 特别要谢谢冠婷的这个推举 那我个人没有这样的规划 还是一切以县政屏东的县政为主 而林又昌结稿前没有回应 只是这点名虽说潘孟安属新潮流 本来他就在南部地缘上比较远 而林又昌之前一度裁船 他不排除北市 现在被自家郑国会的点名转占新北 难道是郑国会也心急吗 毕竟现在看来 林家龙虽表态往台北市长方向准备揪 但前十周没被排除可能性 不会啊 因为我看新闻的报导 左冠婷抛出的是潘孟安跟林又昌 并不是只有抛出林又昌 那潘孟安跟林又昌 都是即将要卸任的我们的县市首长 所以他们都是五星级的县市首长 那五星级的县市首长当然大家都期待他的下一个位置 至于桃园最快下周 最了解民进党选对会15号开始进行征询 包含前立委郑保卿黄世卓都先后到党中央 至于郑运鹏说尚未收到 目前日营重启提名作业 主要从疫情趋缓现实着手 毕竟蓝白都已经走在前面 也不能再拖了 TVBS文章沐鱼里组合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